给我清 哇 可是鱼一跑 又上去了 小心一点啊 东哥 先给它补点窝 早上呢 我们那边已经钓完了 就钓了很多的那个大插尾啊 土鳞啊 螺飞 然后后面呢 到这边来钓 连杆连了一下这个大阪级 下午呢 在这边再接着钓一下 现在到饭碟了 我们先吃饭啊 先把窝给它续一下 走你 吃吃吃吃 抢着车 东哥 先把鱼锯在那里 先说口慢了 把窝子给它养好 对吧 等一下游过鱼不就 不就锯过来了吗 你们这是啥菜啊 排骨啊 都是排骨 排骨 我看那个猪大肠是谁的 这么重口味的菜也吃吗 我今天下午呢 钓区选择的是一只 四面五的灰药籍 主线1.5 脚线的话0.3的P线 浮飘呢 就是一只黄金眼的浮飘 钩子7号秀 我去 我去 希望上午不要上太辣的鱼 就就这种鱼连杆 偶尔来一条七八斤的大罗费就行了 不过也行 漂亮吧 这个还不算大 这个还算小啊 舒服得很 进去 我们饿料呢 还是用了早上剩下的饿料 反正就不管水库嘛 就这么接着钓 反正挤鱼它也吃 这罗费也吃 淋鱼也吃 插尾也吃 炒鱼也吃 不需要调整了 早上用的有多呢 勤俭之家 过来 又是一条八百鸡啊 开始连起来了 这会呢 这个水库啊 快要打成黑坑的那种感觉了 感觉强 感觉强 也不知道让这波口啥时候挺 哎 方圆十米是那个给你打密口 都没人敢住啊 那是你们钓鱼脑不积一积好不好 我方圆十米打密口 我方圆十米都没住人的 你们不来而已 不要约罢我啊 我没有干别人啊 是你们不积一积啊 我下午场刚刚开始啊 接个毛啊 来 哇 上午场开始了 来了 第二场开始了啊 上午场你接修 哎 第二场的话 专门搞它了 过来 进去 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是不是 我才上几条鱼 是我把方圆十米打被狗了 哎 哎 喂喂 哪里 哈哈 我要钓碗 哎呀 你要钓 你钓什么鱼嘛 我要钓鱼 你 你也钓 你也钓鱼啊 那行 我放几条过去 实在不行 到时候在我户里面抓几条 那就不用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钓鱼人必须要自己钓是吧 好嘞 今天下午呢 我感觉 有希望啊 因为下午这个太阳出来了 这几鱼要是说连起来了 那也好玩 这边水深呢 比那边的那个水啊 要要升很多 起码要升 升个一米八左右 所以说 它的一个鱼群的一个分布就完全不一样 哎 给我起来 呦 这个大 这个又肥又大 我恰不住 你看一下 看到没有 莫菲也是非洲鲫鱼啊 我钓几条鲫鱼很正常吗 是不是 怎么说这白一点吗 没上黑 200块钱让我让个胃 我靠 这种正在信头上面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这老子正在宽口的时候家里面着火了都不管 一夜天把这场鱼钓完再说 呦 出了一下把档次降了呢 这入户啊 叫你爸来 过来 呦 说非洲鲫鱼非洲鲫鱼非洲鲫鱼来了 这条小鲫鱼 小鲫鱼不要不要 走走走走 等下把我户里面的鲫鱼给我扎伤了 来 给我起来 过来 哎 啥 哎这个说法吗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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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定个鱼鱼的说法吗 不是呢 这是你的任性让我包一项鱼啊 杨户鱼的是吧 这一条还两条啊 啊 哈哈哈哈 哎 哇 哇 过来 都那第几条 九条呢 九条是吧 哎 给我起来 跑 羡慕吗 记录吗 羡慕记录也没用啊 哇靠这个大白鸡 哦进去吧 我发现今天鱼在深水 不在潜水 准备第三个户啊 哇靠那鱼情爽 嗯 叫啥 别跳啊 又是大白鸡 第十四 强烈波完了之后呢 口就开始慢了 它就是这样的 慢了之后呢就是 差不多等了十来分钟 我觉得慢慢蹦 就争取呢 再看一下 想办法打快 就是节奏走快一点 呃 窝着还是一样子的 情根情绪 如果说是 来了一群鱼 你窝着呢 窝量不够的情况下 那你就钓不多的 送 给我亲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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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这上面这么多线呢 起得过猛了 直接飞龙在天了 呦 嗯 飘又搭上去了 看啥呀东哥开线的开线的 赶紧拿我 我的鱼 嗯 先拿个三米九的 那找个三米九的先钓一下 快点啊东哥 10米5的位置你接不到 肯定没口啊 窝子在前面 东哥你快点啊 我 我这三米九的不行 接不上我窝子 这旁边都是小螺飞啊 师傅我知道你很急 那就请你先不要急啊 你看我弄不弄你 我现在这回呢 我就担心 这个窝子里面鱼会上 因为节奏很重要的 第一个是留窝 你要把鱼留住 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抛头的一个节奏 频率 你如果说你节奏断了 很多时候呢 啊 它鱼就散了 完了 小鱼来了 哎 咋又挖上去了 哇 这鱼一跑又上去了 小心一点东哥 我爬上来也拿不到啊 你看一下你接不接得住 跳往 跳往啊 把鱼拉下来就行了 过了吧 主线 我看一下 把右的重新调 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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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沿山的树吹得哗哗哗的响 这个浪也是一样子的 飘稍微上小一点 你就看不见 哎呀 钓鲫鱼啊 上个两目加粗的真的是痛苦的很 哎 还好有有我万能的东哥啊 这飘又重新调好了啊 希望不要再挂上去了 我这把仙竹给调整了一下 因为口没有刚才那么快了 就上到了1.5的主线 0.8的这种浇湿线 就调起鱼肯定完全足够了 来 呦 现在就要跟它慢慢溜一下了 就不能飞不能起了 哇 这个大白鸡 漂不漂亮 看这个大白鸡漂不漂亮 进去吧 窝里进鱼了就行 窝里进鱼了就好说了 就把这窝鱼上了 只要一上完了 那就没得搞了 来啦 东哥有希望哦 又开始了 拿不拿 掐的掐掐不了手指 22条 来吧 哇 又是一条大的 下午也没有钓到其他炸鱼 全部都是这种大板鸡 没钓 你这是啥呀 毛的板 我 我毛的大鸡 哇 倒挂金钩 把挂在尾巴这里 谢谢 哈哈 做了吗 哎 搞了多少 没有 2 哎 还有条黑碗吗 哦 插尾是吧 哇 麻烦了 现在呢全部都是这种小的咯 没像大的了 我估计差不多了 现在呢到了 2点多3点了 因为 天呢 它就比较闷了 可能呢 就是 这窝子里面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鸡鱼了 再看看能不能搞一条收盖鱼 搞得到一条收盖鱼 我们就直接收盖了 就提前撤了 免得等一下回去还得堵车啊 我回去还有两个多小时 是 收盖鱼昨天让我钓到吧 还挂两幅线在那上面 多哥 你猜我这条收盖鱼要收多久 5分钟 5分钟那么自信 师傅 走吧 你说钓三干现在都第五干了 最后一干最后一干 等下不走就等下堵车了 不掉有动作看都没有 我这干没吃好 不算 再钓一干 最后一干 好最后一干最后一干 我说说说说说说说 没有收盖鱼了 不要收盖鱼了 不要收盖鱼了 那免得东哥说我耍赖 说最后三干都都十几干了 动都没动 说了 今天那个大鸡群没钓到 这一斤多两斤的鲫鱼啊 也是爽 来我们展示一下鱼货吧 好吧 这个放不下呀 这些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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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这种大鸡 兄弟们 这个就是下午的鸡鱼的鱼货了 就是连一下停一下 连一下停一下 爽还是很爽啊 别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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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不过来 等下抓鱼了 看个毛啊 看看看 洗了洗了 就是这样啊 本来今天下午呢 想搞一条那个 五六斤的那个大鸡鱼 结果一条都没搞到 清一色的这种就是 一斤二两呢 到两斤左右的这种鸡鱼啊